这个赤井沙西真的好高啊 属实有点羞辱人 还要来 太过分了 非常聪明 直接攻击着下盘 现在赤井沙西是被锁住了 但是还在尝试挣脱过去吧 又是抓头发 这下完了 还过来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会玩 赤井沙西是战队的下风 直接青蛙飞铺放逃 小心后面赤井沙西已经站起来 抓住了头发 怎么了是喜欢抓头发 再来补一甲 这个脚是真的厉害 大长腿 这边队友是散开了 不能交接啊 终于开始反击了 但是小泉泉没什么用啊 现在双方正面硬刚 肯定是拼不过赤井沙西的 肯定是拼不过赤井沙西的 被打蒙了吧 站得这么稳啊 醒醒一下 蠻二甲 一耳荒还过来 Femaleasals喜欢硬脚啊 一招放打 衰章没有了吧 再来一个猪排 没有铺道 正向被接着 直接锁在冰绳上 但是还盼在一旁堵秒 还是松开了 大长腿不敢用了 爬上冰绳 就是现在 青蛙飞扑 赶快抓住就会交接吧 背友也是等了半天了 上来捡漏的吗 直接打胸膛 但是这边是被半打 还好够灵活 看得出来 对赤紧莎西的招数还是挺熟悉的 这边直接放出锁记 锁出了赤紧莎西 但是这边有队友帮忙 层面有点乱 下去吧 赤紧莎西已经恢复过来了 够快的 但是这边在反抗扛不动 天堂脚 又被打中 再来补一扇 还是没有成功 又被放打 赤紧莎西准备交接 队友也是休息了半天了 现在是体力充沛 但是这边挣脱了 再来磕一下 这么快就交接了吗 上来就是一个牛头犬下扬 还在挑衅 这边是被锁住了吗 感觉配合不够好啊 借助编绳谈命 金刚臂 这下够结实 但是没有压制成功 被打光了吧 又是金刚臂 这已经没有力气反抗了 准备放大招 撞下完了 开始动摇 三秒压制成功 最后才是赤紧莎西 这边赢了